香港战中的第66天 被时代杂志选为封面人物的学运领袖黄之锋 开始孤陷其绝食 而发起了战中运动的三位学者 则是宣布在3号 他们将要到警察局去自首 也呼吁学生们赶紧撤离 请看李锦华来自香港报道 选民思想召集人黄之锋等三人 从1号晚上开始绝食征服选 他说雨伞运动两个月都得不到政府回应 希望绝席可以唤起更多人关注 社会的人士 如果见到学生注食的时候 可以问一问自己 可以怎么走多一步 而发起和平战中的三人 则宣布3号下午到警察局 就公民抗命出犯的法律自首 体现不是破坏法治 他们又指港府麻木不忍 警察暴力镇压 呼吁学生撤离 一个用警棍维护权力的政府 已经是不可理喻 我们呼吁学生撤离 他们赞养学生为雨伞运动的付出 希望他们收养生死走更长的民主路 而在领区内 不少人支持三子自首的做法 不愧是自首 因为我出来抗争 我就预了给逮捕 雨伞运动从三十几度的夏天开始 到冬天的三子自首 这是否因为香港的民主运动 也进入了寒冬 以上是中士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道